童谦 看一下第5题 第5题它是说 在空地里面你大喊一声 那声音会越来越小 请问哪一个也会跟着变小 好 那你就观念就要正确 对不对 声音越来越小 就是音量越来越小 音量越来越小 就是响度越来越小 所以你要想到这几个字 音量小 它代表的就是什么 响度小 响度小 它代表的就是 政府小 政府小 这样可以吗 所以声音在传递的时候 音量越来越小 跟哪一个有关 跟政府有关 声音音量变小 政府会变小 这是我们的第五题